在乱世之中安于现状 到底有多可怕 你又穿越了 这一次不再是家徒四批 反而条件意外的不错 家里呢是搞腾私盐的 虽然这是个掉脑袋的重罪 但是如今的朝廷啊 天灾人火不断 根本没力气管贩卖私盐 于是相比于同时期 吃不起饭的打鱼小子 和要饭小的相比 你居然是个文化人 之后呢你呢 顺理成章的搞起了私盐 完成了对产业链的初步升级 道上的兄弟啊 都是这样评价你的 这小子有两把刷子 后来呢私盐也不好干了 富商经常不给钱 朝向也开始重拳出击 你一看到点了 是时候了 江苏不大 创造神话 求巴里 开招 早起的虫儿有鸟吃 你一举攻下了高游 良好的出身 让你获得了士族的拥戴 手下的谋士堪称豪华 什么罗冠忠啊 施奈安啊 都在你的手下打工 但是北方蛮子死而不将 最后的丞相拖拖 一口气报了百万大军 一瞬间 北方异军被横扫 战马向东 天下战力 似乎不可战胜的黄金家族 又回来了 而拖拖下一战就是高游 我就问你敢动吗 你敢动吗 不敢动 不敢动 大军刚刚包围高游 皇帝受到蛊惑 一天十二通电话 咔咔的把拖拖掉走了 百万大军顿时坐鸟受散 那一瞬间 你就支撑起来了 还有谁 接着你飞速发展势率 虎去江浙 然后呢 你就飘了 不思进取了起来 主打的就是一个 接着奏乐 接着舞 等到泼洋湖大火灭了 你猛的发现 隔壁要饭和尚 那是磨刀祸祸了 你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派了两个猛男 对着你 全追猛打 最终一根弓弦 结束了你的一生 你这谋事 愤愤不平的 开始写说 你们知不知道 什么叫三国演义啊 关注石小道 收获更多具味冷知识